哈喽大家好我是嘉欣 欢迎收看新奇的节目 在我旁边的就是还没有完成正式上市的 胃牌蓝山DHT PHEV版本 当然接下来我会把它称之为蓝山这个车型 作为胃牌家族的旗舰大六座SUV的话 这款车可以说是被它赋予了很多的一个希望值了 当然我也是希望后续的话能够早点去进行一个动态试驾 首先今天我们来到精彩的话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你可以看到的整体的这个尺寸是非常大的 毕竟它是定位中大型的一个SUV嘛 而且它的车长是达到了5156毫米 而它的轴距呢是达到了3050毫米 对于它的内部空间表现咱们一会儿再去体验 当然它和很多新能源车型一样 是采用了一个封闭式的进气格栅的设计 而且它的大灯组 也是采用了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分体式大灯的设计 当然看起来这个线条还是非常犀利的 当然我说过一辆车的侧眼美不美 咱们先来看轮毂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双色的20英寸的轮圈 是非常有这种视觉冲击力的 尤其是它跑起来的这个感觉相信是很不错的表现的 而且它的前后台尺寸都是25550的尺寸 所以说它是更注重于舒适性的 因为这辆车毕竟是没有配备空气悬挂嘛 但是我觉得这种级别的车型配不配空气悬挂都可以 毕竟像配了空气悬挂以后 它整体的这个成本也会更高一些 与此同时呢 它也有一些新能源车型上常见的配置 比如说隐藏式的门把手对吧 弹出来以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且整体隐藏式门把手看起来也会更加的高级一些 同时呢又能降低它的整车的风阻 来到车位以后 整体的这个冠穿式的尾灯首先会映入那眼帘 而且它在点亮以后这个效果也是相当细腻的 当然对于它的内部空间表现 我觉得是更需要我们现在去探索一下 毕竟这是一个三排六座的车型嘛 然后打开以后你可以看到三排座椅全部立起来之后 整体的这个空间也是可以的 放下两个登机箱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第三排座椅支持放倒 放倒以后可以把整体的内部空间扩展到1040升的容积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毕竟对于很多家庭而言的话 六座车只是用来应急的 更多的时间它是用到了四座的版本 所以说第二排的乘坐体验是非常重要的 在上车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配备了很多豪华品牌车型会配备的一个电动踏板 不仅是能够增加你上下车的便利性 而且会显着更加的高级 所以说那整体的这个内饰氛围 把这个豪华和科技感营造的非常到位啊 不仅是这种真皮材质以及木纹试板的加入 同时呢前方有一个大尺寸的屏幕 在你正前方呢是一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同时侧面是一个27英寸的巨幅连屏 显示效果很细腻啊 4K级的一个水准 感受一下 一点都不卡 这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我一直强调我很喜欢HUD 而这辆车它也配备了HUD 而且它这个HUD的话是可以调色的 这你受得了吗 这个真的是设计师很细腻的一个体现了 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台采用这种很平直的一个设计啊 而且像什么无线充电啊Type-C啊 这些都给你配备了 同时下方大家看到了吗 大大的一个储物格 如果你要日常出行的话 放一些大件物品 或者是放你媳妇的包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在前排给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 就是中共台下方这儿 物理按键 这你受得了吗 现在新能源车型上 能给你配上物理按键 这真的是太难得了啊 使用起来真的是非常便利 而且很有阻尼感的一个条定 当然前排的体验并没有到这儿结束 为什么呢因为它副驾驶配了一个女王座椅 可以支持一键放的 与此同时呢 这个盖板打开以后 这是一个大尺寸的化妆镜 而且旁边有一圈补光灯 你试想一下你带着你媳妇出门的时候 她在车里边对吧 随时可以打开这个东西补个妆 是不是非常好的体验呢 好了 咱们前排的体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现在的重点就是去第二排体验一下 它的内部乘坐空间表现到底怎么样 走起吧 来到第二排以后 那我首先会把第二排的座椅调至最后方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体验嘛 翘二郎腿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这车的座椅是哪怕座椅啊 柔软程度啊 包裹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在前方还给你配了一个面板 这你受得了吗 你平时出去对吧 放个饮料啊 办个工啊 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与此同时呢 再往中间看的话 这第二排又有这种单独的空调 出空调以及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这些功能 都集成在了这块面板上面啊 也是一个触控的 当然下方的话 依旧是配备了这种Type-C啊 USB啊 包括12V的电源接口 最下方还有一个小的储物残 你放个手机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如果第二排这么做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第三排这个乘客的乘坐体验 但是呢 日常来讲 我刚才也在外观的时候说过就是 这辆车日常的用途 我觉得大部分时间 是一个四座的情况 所以说第二排 比如说你要带着家里边老人出去啊 或者是带着孩子出去的话 它也能拥有一个更好的乘坐体验嘛 毕竟这辆车在内部的空气净化上面的话 它是达到了婴儿及的一个水准的 而且在进入第三排座椅之前呢 中间是有一个大大的通道的 而且这个通道的尺寸 这个看上了吗 非常方便啊 它也是要优于同级竞品理想L8的 不仅如此 它的第三排的这个座椅 因为它是有一个地台的 它地台高度 也要比理想L8和L9的要低一些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 所以说是这个后处的车型 永远都是吃香的嘛 因为他们可以针对一些 其他的竞品的话 他们在研发的途中 会加入到更多的这个用户体验的细节 采用用户的建议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未拍阑珊DHT PHTV这款车 我相信它会成为爆款的原因嘛 现在咱们就去体验一下第三排的座椅 来到第三排以后 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很挤啊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第二排的座椅调到了最后方 所以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但是别忘了第二排座椅是可以前后调节的 所以到时候我现在往前调一下 调个一圈的距离完全没有问题 你看现在 已经随随便便就能坐进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六座是真六座的一个SUV 而且对于第三排乘客的话 官方也想了很多 比如说旁边这个扶手这 也是包裹的这个皮质啊 而且上方有一个座椅加热 你说得了吗 第三排座椅它给你用上座椅加热了 而且还配了一个Type-C的接口 这在用户的舒适性方面的话 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因为上方还有空调出风口 关于这台未拍蓝山DHT PHEV的话 它的动力组合是1.5T的温轮增压发动机 配合两个电机组成的混动系统 它的零百加速成绩是4.9秒 毕竟有两个电机的加持嘛 它的扭矩是高达933牛米的 然后在纯电续航方面的话 WLTC工况是180公里 而它的整车综合续航也是超过了1200公里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续航体验的 当然这辆车的话会在3月20号的时候陆续到电 同时会在4月份的时候完成正式上市 与同时我猜测它的价格应该会在30到35万之间 毕竟它的最直接竞争对手 理想L8的价格也是这个价位区间嘛 好了关于蓝山DHT PHEV这款车型的解说就到这儿要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嘉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